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来毕业典礼的仪式感越来越强 校方挖空心思从概念到内容越来越有设计感 让学生们不再只像以往只能坐在台下听演讲 而是更多的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 那也让毕业典礼仿佛是一场成年的洗礼 同学们不但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即将要起飞 同时也能够借由毕业典礼获得更多祝福跟能量 那么你还记得自己的毕业典礼吗 今天我们就跟梁岸的嘉宾共同来谈谈这个话题 我首先介绍在我身边的资深媒体员许盛梅 盛梅好 大家好 音乐老师范晓玲 大家好 智里科大吴宗翰教授 大家好 还有毕业生尤雅晴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上海的李翰陈教授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休方姐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 首先介绍我身边的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陈强 陈教授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毕业季 我们看到往年同济大学的毕业季是丰富多彩 有的时候是露营或者一些比较有旅士感的活动 我不知道陈强教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季 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去年同济大学也是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为我们的毕业生因为我们的学生比较多 每一年大概有一千一万一千到一万二千的毕业生 那么能够到现场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大概在五千多 五千多因为我们的学生毕业节奏不一样 本科生的毕业节奏比较固定 在每年的六月份 那么我们的研究生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硕士研究生在春天 博士研究生相对来讲不固定 所以到现场参加的学生数量 这个大概在五千多 学校还是非常的关注我们的学生的感受 所以我们的研究生院 包括我们的学生处 包括我们一些学院层面的一些组织 都会举办各种的活动 那么去年我们主要是搞了这个露营派对 另外也搞了这个毕业的大餐 那么效果应该还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的校领导 包括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 这个都在一起 我们有很多帐篷 那么大家在那边可以做很多的交流 是吧 因为平时还是比较有距离感 老师上课嘛 一位是在讲台上是吧 我们同学在下面做 那么有距离感 那么平时校领导可能跟学生 直接面对面的机会也不多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露营派对 这个非常非常有效果 它拉近了这个我们老师和同学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学校领导 学校的一些职能部门跟学生的距离 就像您说的去年的这个露营派对 非常有亲切感 跟我们以往所想的那种庄重 甚至有点神圣的这种毕业的典礼补 不太一样 那当时是出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因为我们是这样考虑啊 这个毕业典礼可能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难以忘怀的一个时刻 那么这样一个时刻呢 用什么样一种方式来记忆 有两点很重要 一个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仪式感 那么毕竟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正式的设计 但是呢 这个时代在不断地变化 我们也得考虑啊 这个现在我们是00后开始毕业了 是吧 他们对于这个毕业的这个 期待不太一样 这个时刻 他的期待很不一样 是的 所以我们还得加入一些活泼的元素 是吧 所以把这个正式感和我们的一些活泼的设计 要结合起来 今年会有新的创意吗 今年呢 这个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新的 其实我们也会不断地关注 学生需求的这样一种变化 他们如果有什么样的好的点子呢 我们的相关部门也会去了解 那么争取能够在今年的这个毕业典礼当中 予以体现 那么据我了解啊 今年我们可能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啊 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同学 这个上台来接受播税 那么我们专门请了有20多位的摄影师 就是把那个播税的那一个片 就是那一刻记录 那一刻要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这一刻可能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讲 它是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忆 就像播税的这一刻 其实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 但是我想这正是学校要办这个毕业典礼仪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于学生来说 你觉得这种仪式感重要吗 对于他们今后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意味着一个学习阶段 因为在之前它是一个建制性的学习 建制性学习阶段的一个终结 是吧 或者是一个总结 那么也意味着他们踏入职场前面 是吧 一个起步 所以把这个片段能够把它 这个完整的能够记录下来 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强教授您既是教授 也曾经是学生 还记得自己当年的毕业典礼吗 应该是非常清 还是非常清晰的能够记起 我是1993年从同济大学毕业的 也有31年时间了 但是当时我们的各种条件所限 不会像现在办的这样 非常的有气质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 还是非常的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是有一个大礼堂 大礼堂可以容纳3000到4000人 我们的毕业生当时的规模 可以在那里 我们有学校领导的讲话 有教室代表 还有学生代表发言 这个也有这个 我们有一部分的学生代表 是代表这个 我们全体的毕业生上台来 接受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还是非常非常这个难忘 所以毕业典礼成为你 30多年社会人的一个开始 印象还是很深刻 是的 我也想请问一下 这个台湾的各位来宾 你们对于毕业季 会有一些特殊的记忆吗 有哪些深刻的故事 可以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就先问一下盛梅 讲到这个毕业典礼 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小伤感 好久以前的事情 你对于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 还有印象吗 当然对每个人来讲 这个毕业是非常重要的一刻 有没有偶尔你还会想起 毕业那一天的场景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刚刚陈教授说 他是1993年从同济大学毕业 但是我毕业的时间 比这个更早更早以前 然后我毕业的那个时间 其实台湾没有这么多的 私立大学 公立大学比较多 我本身是学新闻学系的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是 这个世代呢 毕业典礼的仪式感比较重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了解 仪式感这三个字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毕业典礼就是人生当中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我记得当时我进学校的时候呢 因为我学的是新闻 所以我办了一个 新闻方面的一个社团 那身为学姐的我呢 我们这个社团里面 非常多的学弟学妹 毕业典礼那天呢 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 现在毕业典礼啊 送给这个毕业生 有很多的花束啊 或娃娃什么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 还没有这些 可是他们好贴心啊 我那天一到学校 我就看到一个 跟我长得很像的娃娃 是他们亲手缝制的 你说哭不哭啊 会觉得这些学弟学妹很贴心 所以那个毕业典礼 我是一路哭到尾 到了晚上 我们还有一个毕业晚会 其实那个晚会呢 很简单就是 学校里面的一些社团 他们会一起做了一个表演 也是从头哭到尾 我甚至跟我的同学抱头痛哭 现在回想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抱头痛哭 可是那一幕 你还是记忆深刻 会觉得那个在我的人生的当中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对我刚听到这个教授讲 这个学校出动了二十多名摄影师 帮每个同学拍摄 那个剥碎的那一叉 我觉得好羡慕 我们那个年代 这个摄影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都缺乏那个镜头 对不对 我记得我念的那个学校 我们那个时候 民风非常的保守 但是毕业生是有一场专长的毕业舞会 然后是由校长亲自开悟 对 所以那个年代真的是疯了 然后有一张毕业舞会的门票 这个是开心的不得了 我问一下雅琴 可能很难想象 因为你现在才刚刚毕业嘛 你就是那个现在仪式感 很强烈的那个年代 毕业典礼当中有哪些环节 跟我们说一说 对于这一天有什么样的记忆点跟感触 我觉得毕业典礼是让我非常珍贵 跟特别的时刻 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感觉好像才坐在台下 好像才在学习如何唱校歌 学习这边的环境 跟老师跟同学 结果没想到一眨眼 就来到了毕业典礼 而毕业典礼这天 我是代表学校的 就是全体的学生 是毕业生致辞代表 感谢学校给予的资源 老师的清廊相守 还有同伴们的鼓励 最重要的是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当我站在台上致辞 还有获奖的时候 看到底下熟悉的面孔 真的是内心百感交集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是大学所有的回忆 好像都浮现在了眼前 而同时呢 我也是学校的清善大使 然后因为毕业所以融退了 在台上看到底下的学弟妹们 就是很认真的负责 让这个毕业典礼更加顺利的进行 同学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对我来说 我觉得毕业不仅仅是一个终点 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虽然很舍不得离开学校的同学们 老师们还有这里的环境 但是我认为 这样有一句话说的是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追寻 自己的梦想跟目标 也很祝福所有的毕业生们 都能够同城万里 追逐自己的梦想 对这就是一个梦想起飞的时刻 刚听了这个陈教授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上海的高校 会在毕业季的时候呢 给学生安排一些 特别这些仪式感 那么当然也很好奇 我们台湾的学校 为这些学生们有哪些设计呢 我请教一下宗翰老师 因为宗翰老师同时是学校 秘书处的职员 你参与了很多行政事务 我就请问一下您 像比方说你学校的毕业典礼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有哪些环节是比较有仪式感的 那这个设计是出于自己什么想法 大家共同讨论吗 是 谢谢主持人 那个首先 我就是要说明一下 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 因为我们学校的空间不大 所以呢我们的毕业典礼 通常都是走一个温馨的路线 那这个温馨的路线呢 其实刚刚雅琴在说明的时候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营造一个 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 快乐的学习 但是呢我们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把他们弄哭 要哭才有几年 那这几年其实前几年真的很可惜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办理实体的毕业典礼 但我们在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有办一些线上的方式 然后呢在学校会设置一些景点 让大家去打卡 那我这边呢像比如说这一张 这个是我们学校设置的一个打卡点 那这个打卡点呢它就是一个毕业的背板 让来参加的同学们或家长们都能够去拍照 然后留下一个深刻的一个记忆 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左下角这张 这个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毕业典礼 打卡的时候想出来的一个有趣的东西 这个它是一个讲 它算是一个毕业证书 但这个毕业证书呢把它制作成是一个大的一个步棚 然后呢你需要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格 你可以在这边放上你自己的 站在这边拍照 那当然内容的部分呢 其实也挺有趣的 虽然前面是很正经八百 天江将大任与私人也 必先苦及心智 但是呢后面我们知道 FB IG的打卡次数可能远远超过你到学校上课的次数 所以这部分其实就留给同学们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回忆 那至于在我们毕业典礼当中的一些仪式感的安排 因为其实我们是这个我们非常注重国际生 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国际生不算多 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从远从其他的国度来台湾念书 在这个四年或者是五年不等的时间当中 他们在台湾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们都会安排向这个外籍生来致辞 他可能用英文 他可能用他的母语 比如说越南文 那在场的这些台湾的学生或家长 乃至于他远从他的国度而来的这些家长们 都能够去感受到他对这个学校这个毕业的一种感怀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我觉得 这是我们学校里面比较具有仪式感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 因为我们是推行所谓的终身导师制 也就是说导师在带领毕业班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刚刚有提到播税 我们的播税其实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希望透过导师的播税 来增加他们对于毕业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呢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提供他们更具回忆的一些情况 那最后一个是我大概提一下 因为这几年其实年轻人们的想法创意无限 在几年前我们就曾经有毕业的校友 他们为毕业生制作了一首歌曲 制作自唱 然后献给当年的毕业生 那这首歌叫印象中叫《疯癫》 致敬那些曾经疯癫的色业 像这样 那我还是比较好奇 就把学生弄哭的目的达到了吗 达到了 好我也问一下小林 小林是来自这个上海的陆配 那原本你是这个上海戏剧学校本科毕业 那婚后呢又长时间在台湾居住 听说你那个时间的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 先跟我们说一说 还有对自己的毕业典礼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是2007年是从上系毕业的 那当时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是正好赶上了央视走出北京录制大学的毕业歌 那我们上系毕业典礼就等于是在上海上海电视台的演播厅来那个举行的 那我们整个活动除了正常的一些常规的一些仪式流程 我们还就是有很多的节目一些优秀作品 我记得当时有有话剧雷雨 还有一些舞蹈作品跟戏曲作品 那我们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一些知名的一些校友一起来参加并演出这样 那整个过程我们一共录制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好像是好像是当时就是创了央视录制毕业歌的时长之最 那我们整个毕业典礼是从我记得是因为我是在莲花路小区 那我们能去是从早上在莲花路小区 然后再到下午去华山路那边的本校 然后再晚上去电视台录制 整个活动要整一天 这还蛮长的 每个学校它会有每个学校的特色 那另外当然面对这个毕业典礼 很多同学都感到非常的珍惜 那一方面让自己的青春不留白 那二方面呢很多仪式给你留下了一些深刻的记忆点 那我一下请一下盛美帮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在台湾通常看到哪些特殊的场景 尤其还登上了新闻版面 是啊其实毕业典礼呢代表是人生的再出发 所以要怎么样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式仪式感 你就要发挥创意了 这一位在安徽医科大学毕业的这个博士生 他叫李倩 其实他是在安徽一大呢念了硕士到博士 其实是蛮长的时间 在他念书的当中呢 他还要一边读书一边带娃娃 因为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 所以在博士生毕业典礼上面呢 非常令人感动的是 这个妈妈就带着双胞胎一起走上台 妈妈被剥碎的时候呢 小朋友就负责拿这个毕业证书 所以这一个画面呢让大家印象深刻 很多人会问说 李倩为什么要带小朋友来呢 她说因为她在读书过程当中 都是小朋友陪伴她的 她要让小孩知道 在读书学习的过程其实挺艰辛的 可是呢这个艰辛的过程 最后能够获得的是一个很丰硕的果实 除了这个名场面之外呢 在重庆的长江师范学院 这一对很棒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很多人在大学的时候 一边读书学习 一边可是不会忘记谈恋爱 那这一对这个就是班队呢 他们在毕业典礼上 这个女同学她负责的是毕业典礼之后的晚会的主持人 那这个男朋友呢 她就事先设计了一个桥段 包括在晚会的这个典礼开始之际呢 这个女生的所有在学校里面的画面 哇都在这个典礼上面让大家看到 接下来这个男生就直接下跪 然后问他你嫁给我好吗 这个在所有的同学面前求婚 真是一个蛮不错的浪漫的举动 果然催泪了 女生当场就哭了 当然要说我愿意 好除了这个在毕业典礼上面来求婚这一段之外呢 这是彰化的中周科大 非常特别是因为刚刚老师都说了 毕业典礼的仪式感呢 要欢乐也要催泪 如果他们都没有流眼泪的话 这个仪式感还是有点遗憾的是吧 中周科大这个毕业生他很特别是因为呢 他是爷爷跟奶奶带大的 是这个就是很不容易 为什么他高中毕业之后 因为家庭的关系经济的关系 所以没有念大学 但爷爷念资在资的 就希望孙女一定要完成大学学业 于是我们这位红姓毕业生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到中周科大去念书 在他即将毕业之前 爷爷过世了 所以还是有一些遗憾 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带着爷爷的照片 告诉爷爷跟我一起来领这个毕业证书 光是他拿出爷爷的这个照片 我觉得非常的催泪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知道创意无限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吴大学法律系这个同学 他在毕业典礼当天 大家知道亲友团很重要 亲友团也要发挥创意 来咯 天气怎么热 好 他的两个朋友 一个扮成了这个霸王恐龙 另外一个扮成了这个五脸男 然后你知道很热 在里面闷得全身是汗 可是这个同学说 哎呀好值得哦 虽然不见得看到五脸男会流眼泪 但是光是亲友团的这个创意呢 还是让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 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办一些大家喜欢的一些动漫人物 或者电影人物之外呢 来政治大学这个毕业典礼 我们都知道毕业典礼是这样 前面这个典礼完成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校园巡礼 各位校园巡礼如果只是跟着校长 教授啊去走一圈校园啊 现在这个就太平常了 所以政大设计了 由四位同学 韩校长跟杰出校友 组了一个重机队 这厉害了吧 校园巡礼的时候 就跟着重机队一起出去 这个名场面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好除了重机队之外呢 在毕业典礼当中 刚刚老师已经提到了 你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你可能是不同的族群 但是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呢 都能够去突出你个人的特色 包括了这位毕业生 他就直接穿了原住民的服装 上去制毕业词 这一个名场面 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所以呢 现在有这么多的仪式感 也让我想到 在毕业典礼当中 你到底要怎么样 让大家留下一个 记忆深刻的画面 好 雅清你的看法呢 像这样啊 在毕业典礼上求婚 跟全家人一起分享 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会不会让毕业典礼变得更难忘 你觉得呢 哪一个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那你自己也没有听过 或是看过一些 比较特别的情况 刚听盛美姐的分享 很多毕业典礼的名场面 身为毕业生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毕业典礼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庆祝的一个形式 那像有很多不同的名场面 一定会让这个毕业典礼 更加的难忘且回忆 那像我朋友们就有一些 学校的毕业典礼非常的特别 像是有同学们 他们就会特制了红布条 来送给学生们说 恭喜你们毕业所 然后让首老人就觉得 很哭笑不得 哇 就是很感动 同时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红布条 那除此之外 像老师他们也有讲到说 现在的毕业典礼 讲求了催泪跟搞笑 那像我有些朋友 其他的毕业典礼 他们也是有具备了一些 除了制作了他们大学回忆的影片 在各系的小弊点 播给学生们看之外 同时他们也是弄得很欢乐 就是大家也会唱歌 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让整个毕业典礼 不是那么的拘谨 而是非常非常有趣 活泼的方式 而另外 现在也提到活到老 学到老 有些家长可能以前小时候 可能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但是看到了学孩子们 完成大学学业的时候 也会想要精进自己 因此我也有朋友 就是可能以前求学时代 没有念大学的时候 后来现在工作之后 继续的补上学历 而跟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毕业 我相信这个画面 也是非常非常珍贵 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家人 也是非常难忘 哇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大学毕业了 就是我相信这些回忆都是非常非常珍贵且难忘的 好那宗翰老师站在学校的立场 对于学生这些特别或者是比较疯狂的举动 学校的立场是鼓励比较开放的态度 还是说是情况而定 是学校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虽然不是毕业典礼 可是我们学校在疫情之前的某一次的校庆当中 当年就有一个同学回来找我 中华老师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说你怎么请说 我以为是什么要跟我借钱还是什么 他说他跟他的女友是学校的同学 毕业之后也一直在一起 后来他有一天回来跟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在校庆的时候求婚 哇我听了我的喊毛还竖起来了 赶快跟校长报告这件喜讯 因为都是我们需要的毕业生 所以呢学校就很支持 然后呢我们就特地组成了一个求婚企划团队 从这个如何安排女主角回到学校来帮忙 然后呢再如何安排他上到讲台上 就女主角完全不知情 是完全不知情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也老天这个帮忙 当天的是良好的天气 所以我们在操场上几千人 几千双的眼睛注目着这个男主角 然后我们在操场的这个旁边的教学大楼 特地挂了两条大的红布条 从八楼一直垂降到一楼 对然后这个女主角看到布条之后 大师已经想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是女主角吗 所以后来当然这个刚刚跟盛美姐讲一样 跟这个长江师范学院的非常类似在这个众人的鼓噪 当然双方你请我愿啊 所以当场就我愿意 然后这个后来就对新人也结婚了 然后也生了小孩 所以也过着还蛮幸福的生活 所以当时这个这件事情 其实让学校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也非常的喜欢 这个也愿意去接受配合 如果同学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 当然这个美式是可以激励促成的 我想当天一定是全校师生都疯狂了 是是没错 大家都沉浸在那种 其实幸福开心的一个气氛当中 对对对没错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正能量 是是是是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小林 小林毕业十多年了 那时候你们在毕业典里上会流行这种创意吗 还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大陆年轻一代的这个学生 跟自己当年这个状况应该很不一样 像我跟盛梅那个年代 我们可能是比较规规矩矩的 校长致辞 老师致辞 代表致辞等等 大家行礼如鱼 然后私底下当然各玩各的 但是那个仪式感本身几乎都大同小异 那对你来说呢 现在又有哪些变化 我是觉得现在的毕业生跟之前的 就是我们以前的毕业生 心态是不一样的 那我当年毕业的时候 毕竟那个去考研的人还比较少 那大部分同学就是毕业以后 就走向了那个职场或者是社会 那我们的毕业典礼就相当于 是为我们的学生时代画一个句号 那我们就大家都中规中矩 然后拍照也是老师校长坐前面一排 我们学生后面排排站 然后穿着学士服学士帽将 那我们就是等于说毕业典礼就会让我们比较的拘谨 严肃是严肃的 那现在的毕业生他们可能说毕业典礼只是说是他们四年的一个一个纪念 然后之后他们可能会又会留在学校或是去别的学校或出国这样再去念书下一个去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所以说他们的毕业典礼就非常的轻松 他们就非常有创意也比我们当时会更思想更开放 他们会为自己拍照精心打扮 设计一些动作 包括刚才老师说的那种设计求婚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我们还蛮羡慕的 因为之后的结果都非常非常青春亮眼也很好看 也很有意义这样 对像我就很喜欢这个季节在网上刷什么小红书上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各高校的毕业照 有没有很特别 还有一些这个毕业典礼 其实在这网上都有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超有疗愈感 而且超有创意 我也问一下这个上海的陈教授 您在这么多年任教经历当中 有没有碰过哪一次让您觉得特别感动或是觉得印象深刻的毕业场面呢 因为我来到这个同学大学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这个1988年从安徽考到同学大学 然后1993年毕业 也经历了非常多的这样一种毕业的场景 这个我有的时候是这个作为老师 这个要发言 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同学拨税 那有的时候呢 我当时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学校的这个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院长 那么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任务 这个我们学院因为当时有1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那么我们也是会给他们举办这个毕业典礼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非常难忘的这个片段 这个因为我们的同学往往会给我们一些惊喜 在正式的这些环节结束之后 那么他们会以各种的方式 这个来给我们一些这个出其不意的惊喜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合照 那么合照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正式 是吧 大家都正经为座 但是呢 这个在正式的这个拍摄结束之后呢 它会跟你会有各种的这种搞笑的这种姿态或者是手势 然后来展现他们这些比较这个快乐的心情 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一下 就是拍照当中的那个显眼包 对 他们也会有各种让我们意外的地方 我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呢就是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快展的场面 也是在正式的那个环节结束之后啊 我们可能同学他也有准备 他们会有一些 他有一些才艺要展示 有的是唱歌 有的可能是一个快展的舞蹈等等 那么这些给我们留下影响也是非常深刻 就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非常重视这个毕业的这种仪式感 包括刚才宗翰提到的就是在毕业典礼上一场意外的婚礼策划 也是集中了整个学校的智慧 但是我相信正是这种仪式感 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神圣的和充满鼓舞的力量 来穿越这个岁月的长河 但如果提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的鼓舞的力量 一定要提到就是最后那个压轴大戏就是校长的这个毕业典礼上的一个发言 我觉得校长的毕业典礼的发言 有可能会代表学校给我们带来一些鼓舞性的言语 甚至会带来一些人生的这种锦囊妙计 我不知道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发言还挺多 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些这个历任的校长 这个包括我当时毕业的时候这个校领导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在任的一些校领导 这个在毕业的时候他都会以各种方式 实际上他们也是表现了这个他们对于学生的一种期待 那么也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生体验 看看有哪些方面可以对学生这个可以给他们提个醒 是吧 希望他们在哪些方面能够更好地来塑造自己 这个有很多的例子 包括同纪的 包括我们一些兄弟院校的都会有 甚至于包括一些国外院校的 所以这个大学校长的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被称为是学生们在学校的最后一课 其实是希望给他们一些人生的指点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清华大学原来的校长就陈金明先生 现在上海的市委书长 他当时就是讲的这个关于选择和坚持的一个 就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他提到了 他说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因为这个开始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宏大 就不去认真做好它 但是如何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院校毕业的一个 电子工程类的研究生 毕业之后他去微软做了一个HR 他当时其实落差是非常大的 他认为在做工程师和做技术的那些人 可能学的还没有他好 但是为什么他要做一个和自己专业不相关的事情 可是他在HR的工作上发现 这个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 而且得到了就是他的领导们的认可 他从此认为说 也许我们未来的工作和我的专业 并没有特别大的相关性 但是在这个岗位上 你能做出你人生的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大学校长给出人生寄予的一些意义 对的 那您认为就是学生们在毕业季的时候 对未来会有很多的困惑吗 还是希望比较多 如果有困惑怎么解决他们这些困惑 我认为应该这两种心情都存在 既有一些困惑是吧 但是也有很多的期待 我觉得也很正常 因为毕业季作为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 从这个校园到了职场 那么会有很多事情 不一定在他们之前的意料之内 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 对于未来要有一个正确的预期 这个并不是完全所有的事情 都像你想象那样的 那么我觉得要保持一个 要做好一个调整你心理的一个思想准备吧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保持一个 积极向上的态度 对未来还是要充满了期待 那我也请教一下盛梅楼 你的孩子是年轻一代 当他们踏入社会 作为家长跟过来人 你怎么看待这一代的年轻人 是觉得他们比自己更强 还是更迷惑 有给过他们什么样的这个中顾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 要毕业典礼之前 其实是蛮焦虑的 压力也非常大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就常讲了 毕业就是失业 所以我们在毕业前半年 已经有非常多同学 已经找到工作了 也就是很担心 这中间没有衔接好 所以欢乐成分大概三分之一 但有三分之二 其实是沉重的压力 但现在的孩子 不能说他们没有压力 他们一样要面对就业的压力 可是他们对这样的压力 恐怕不像我们那个时间 会非常要焦虑 他们反而在毕业的时候 我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像我女儿好了 他在毕业前就开始着手 去准备要考研究所 所以毕业典礼对他来说 真的就是一个欢乐的总结 因为他也准备要上研究所了 就延长了要就业的这个时间 那我的儿子呢 他把大学念了五年 那各位会说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前面三年 他的说法很努力的去玩 妈妈也鼓励他努力去玩 到世界各地壮游也行 他把最后一年 把学分尽量把它修完 现在孩子还真能调配自己的时间 就差了一点学分 所以他决定大学 他要念五年 我也支持他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毕业典礼 那些学弟学妹会继续跟你一块上学 他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学念五年 所以恐怕就是 这是一个世代的一个想法的不同 现在的孩子们恐怕对于毕业之后 要去就业的这个焦虑跟压力 恐怕没有我们那个世代这么的沉重 甚至于他们会觉得毕业完之后呢 我需要先休息一年 我再进入这个社会 这些好流行 非常流行 对大家觉得说这个毕业之后 我要趁年轻去看看这个世界 对这个理由 我们那个年代想都没有想过 好 宗翰老师 从这个校园到职场 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些同学可能在毕业的时候 满怀理想 但是进到社会之后呢 却发现跟现实是有一些差距 那么这些心理上的落差 学校会如何辅导 年轻人该如何调试 那回头看看 毕业十多年的自己 那你觉得呢 跟当初的预期有哪些不一样 是 首先我毕业不止十多年 好 其实我刚刚蛮认同这个 陈教授的一个说法 就是心理准备要先做好 不过在现在的这个学校来说呢 如何帮助学生去做好心理准备 是学校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校大概从学生一进来 大一开始我们有安排 生涯规划的课程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班的导师 基本上大概现在应该有将近 超过九成以上 每一个导师都具有 这个基础职牙师的证照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他的生涯 职牙上面给这个学生一些建议 那在学生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安排许多的这个业师 就是业界的老师来学校 跟学校的老师一起上课 让业界这边实际上所碰到的东西 都能够在课堂上就直接交给学生 然后在同学们到了大三或大四 他们就会去企业做实习 而这个实习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月 两个月 我们现在基本上推大部分都是 一整个学期 甚至是一年的实习 所以学生他透过半年 来至于到一年的这个实习的期间 他完全可以掌握这个业界 现在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说呢 等到了大四 可能大四下学期 他准备要不管是考研 那大部分的学生可能要 这个进入职场工作 那我们学校有一个GI发展校友辅导处 他呢会针对所有的同学 只要他有需求 我们就会提供相关的这个就业咨询 以及这个就业的辅导 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的学生可以说是毕业即就业 然后上班就上手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这些同学们在面临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个人生的心旅途啊 能够有一个做好心理准备的一些这个支持跟帮助 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资源 那晓菱你呢 想必你当初毕业的时候 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 那现在来看呢 那心理准备跟这个真实的人生 有没有哪些落差 会不会因为人生不同阶段 有了些不同的价值观 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看世界的视角 是我在大学 因为我的专业的关系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一些商业演出 那毕业的时候 一开始是可以去聚团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自由的工作 那我就持续我的演出生活 然后到之后又去了广告公司嘛 去广告公司就一个大学同学开的 然后帮他一起接了一些 整一场的整台晚会之类的活动 那后来就来台湾了 来台湾之后 我有去TCO教师国乐团 也也在继续教我的学生 就是做教学工作 那基本我都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 没有脱离 一定会和之前大学毕业时的想法 会有一些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 但是我觉得在别的方面 我可能收获了更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 目前对我的生活是很满意的 先请教一下盛梅 作为过来人呢 是不是给今年的毕业生 有一些寄予或是建议 我也建议两岸的毕业生 在这么多的花式仪式感当中呢 你应该问问自己 那十年后的我会是一个什么模样 甚至于二十年后的我会是一个什么模样 不要被这些仪式感淹没了 热闹有余 但其实你的人生正在一个不同的转捩点 你应该把这些明场面 变成一个你人生当中无法抹灭的记忆 我相信这样才是这个毕业典礼 它最重要的意义 好 这个宗翰老师 那承载着毕业典礼的这个记忆 其实青春只有一次 那大学也不过就是人生当中的 其中一战而已 那所以面向未来的人生 我建议大家就是 难免路上会有一些小石头 不过只要你努力向前 我相信幸福就会一路翔遂 我们也请陈教授 给我们之前有毕业生一些建议和给予 这个实际上去年 我女儿是研究生毕业 当时呢我也给她提了我的期待 就是希望她这个毕业之后 也能化作一朵小小的浪花 能够投入这样一种奔勇的时代潮流 我相信所有的这个毕业生 可能都是会经历这样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人生场景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规览 那么建议呢 我主要是提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呢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当下的 这样一种这个时代的发展 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因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之前我们的老话叫 30年和东 30年和西 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 可能不需要30年 我们可能10年甚至于5年 我们的内外部环境 都会发生剧烈变化 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变化 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还有一个心理建设 那么刚才听了钟翰老师说 他们学校是非常完善的 这样一种心理建设 包括职业生涯 职场规划的这样一种 这个工作啊 这个前期的工作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 实际上作为学校 也有这样的一种义务 要帮助这个学生 帮助所有的毕业生 要做好这样一个 职场前的一种心理调试 这是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还是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 因为我们也会发现 从我们是60后 然后70后 80后 90后到现在00后 就是每一代人 会有每一代人的想法 因为他的生活环境 都会非常不一样 是吧 但是呢我觉得一个 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你对于人生的态度 会决定你未来的 这个职业发展 包括你成就的高低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希望我们的学子们 都能够拥有 勇于探索这个世界的勇气和乐观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